大家好 我是盈盈 其实我这两天没做视频 这两天发的视频 都是在我没生病之前的视频 也对不住大家了 这两天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在房间里面 只要不出去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跟正常人差不多 就是稍稍没有力气 就力气小了一些 我今天去超市 采购了点东西 我想买点买个半兹鸡 买点排骨 然后买点菜什么的 回来自己烧子吃 今天又拎了一点重物之后 又发现投影的症状了 就是一拎重物 大概几分钟的时候 就开始又要晕了那种感觉 我就知道我体质还是有点虚 现在像我现在待在成都 我不敢外出 就是自己身体还是有些虚 也没恢复好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继续痒痒 如果再不好的话 我自己就去医院了 或者是我就回上海了 我得身体中药 可能视频就不更新了 但是这两天我先休一休息 先试试看 今天采购了点东西 买了点鸡 还有排骨 我买回来半只鸡 应该是公鸡黑角的 我就把这个锅子装满了 这锅太小了 一会我把这个锅端到他公共区域那边 我去到他那边坐去省点电 我已经到了这里了 这厨房 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 我就特地赶那时间来了 但是这时间来了之后里边没有人 也没有灯了 灯都没有 通电了 这里面已经放好调料了 什么葱 花椒 都在里面 直接添水 直接煮就可以了 我没看到厨房有灯 这个厨房就这么弄了 但是通电了 咱只要锅再烧就行了 我们在这边等吧 我这里面已经放好了葱 花椒 还有生姜片 面都在里面了 主要是煮烂了之后咱就端过去 我连盐都没拿过来 回去咱自己先调调料 主要是为了省电 我刚刚找到了这厨房开光了 这会有灯了 可以正常的煮了 这么大厨房都是攒的 这一排油烟机 这地盘被我占了一个 他这地方还有微波炉 烤箱 烤箱 烤箱大 两个 可以烤鸡 可以烤面包 晚上没人在公共区域做的 都休息了 这时候已经8点了 晚上8点钟 咱们以后别在房间里做饭了 自从买了这个锅做饭之后 每天的电费10万块钱 冰箱加洗衣机 再加电热水器 再加电热锅 特别是煮粥 特别费店 那时候 就因为费店 我都没敢买八宝粥 八宝粥它颗粒不是大吗 里面有什么红豆 有玉米 特别难煮都没敢买 我都买了点小米 以后咱在这煮 没有啥后部自由 正好我们吃饭还晚 一般都是8年来钟的时候 才烧个晚饭 有位姐姐来参观了 说一看我做这个菜就有食欲 一看就是会生活的人 多有眼光 一下就把我看穿了 冲香味了 要是有两个红枣和枸杞就更好了 看看 好香啊 真鲜 没放盐都很鲜 就咱一个耍蛋棒啊 就叫什么孤独也不叫孤独 因为习惯了 就觉得挺奇怪的 人家都还可以截个半打个台球 截个半看个电视 最起码人的镜上来 可以看个书什么的 我在这做饭 想跟人搭讪不知道说什么 不会搭讪 心里还没能有想搭讪的想法 就开始心虚了 挺好玩的 出不去自己找着院 怎么办呢 这小铁格不太好 出门就不行了 还是回来看家鸡 你看拍摄技巧就是这样 不扯淡了 做饭吧 老老师做饭吧 我只要不出门 在室内 就没有什么身体异常反应 只要一出去 一高温或者是拎着重物 要么高温就投云 要么拎重物 就投云 就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拿自己没办法 虚 其实我现在一转头 还有点头晕的状态 不是咱们吹 咱们这个鸡汤飘香四溢 小姐姐说你煮的什么样好香 谁看这种香 这一看就是烧回锅肉 对 你买肉多少钱一斤 30个 对差不多 我那时候问你是30 我在超市买的菜市场应该好像不便宜 不便宜 我那天去菜市场了 就30块钱一斤 腿肉 现在的好贩 贵 牛肉40多 那我觉得吃牛肉可能要 对 牛肉好吃 我今天在超市买点排骨 29一斤 排骨29一斤 对 我想肉都30我还不买排骨了 排骨怎么能提肉协议 他那个是大 他是很正常的排骨加上小排一起混了 但是我挑的是那种正常的排骨比较多 就是一根一根骨头那个比较多 我挑了一条才卖 有个盖子的话煮的更快 带个盖子也就好了 我这快好了 我得拿回去调味 我就不在这煮了 调个味 放点盐 这里面一点盐 什么都没放了 还有山药我多放一点 你看这一盘山药 猪的房子没办法 人家都说咱们会烧菜 都说咱烧菜的味道一看就有食欲 放点盐 虽然咱锅子不怎么样 但手艺还可以了 少来一点点生抽一点点 就不要了 然后再炖一下 山药熟了它就好了 山药放下面 我把山药改了一下刀 我们加热 再煮一小会儿咱就可以吃了 我就不拍了 好香 放了盐之后更香 其实我们还没有那么多佐料 我只是放了几粒花椒 我都没放了料酒 吃饭了吃饭了 一大锅鸡炖山药 好香 看我的大发糕 这个发糕花了4块多钱 卖成了面包的价格 卖成蛋糕的价格 看看我炖的鸡山药 看我基本吃的大发糕 这个发糕花了4块多 跟蛋糕一个价格 开吃了 饿了 给自己补一补 出门在外 把自己照顾好 不让家人超新 也不让大伙超新 这个鸡挺好的 这个鸡是万二多块钱的一斤的鸡 特价我买15块多一斤 然后它这个皮很糯 一吃像笨痒的那种鸡 我这两天口腔有点溃疡了 都不太敢浇东西 来一块山药 这个汤我都知道一定很润 我什么都没放 我就放了一点点盐 真好喝 煮鸡也好 放两粒花椒 很甜香的 还可以去腥 大鸡吃吧 我觉得成都这边的阿姨特别好 我不是买半只鸡 一共就一个鸡针 还有一个鸡芯 我买了我就没要 因为我当时我怕他给我撑重量 就是你看鸡肝 你要我放肉里面15块多一斤 我觉得我不划算 我就没要 然后后来我想想 这炖鸡里面 要是没有个鸡针和鸡肝的话 就感觉这鸡不是现杀的 我就他去超市买的 我就说那阿姨 我说阿姨 我说你把那个鸡针我也要了 那个鸡芯我也要了 他说你要我就送给你 不承重 我说还要真好事 给我开心外了 屁颠屁颠的 吃点山药很舒服的 山药 要后放进去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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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